竹杖芒携青圣马 一缩烟雨 任平生 这是苏氏被贬黄州后第三个春天 即使已经时隔多年 苏氏依然清晰记得少年时的一段往事 公元1055年 此时的大宋人宗天子在位 他的父亲苏荀依然健在 与弟弟苏哲也未曾分离 在苏荀的带领下 三人前往成都拜访张芳婷 这场会面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是 年二十一株升剑攻成都 攻一剑戴以国事 这个评价并非吹捧 此时的少年意气风发 东坡居士的名号将贯穿中国历史的长河 公元1066年 在苏氏青云直上之时 苏荀并逝 三年后 王安时变法的大幕徐徐落开 作为众望所归的轻贵财俊 苏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漩涡 多年的风雨对苏氏来说 既是惩罚也是一种魔力 在苏氏向着自己的大道坚定前行的同时 他生命中的故人也在一一离他而去 历经亲人相隔与官场诗意 却造就了一位万众敬仰的无双国事 大宋少了一位太平宰相 却多了光芒万丈 苏东坡 这个中国人的可爱符号 随着历史乐谱的演进将继续奏出千载华张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可爱的典型 哪怕身处黑暗的阴影中 苏氏也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光明 他为官四十年 清正连结 做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在徐州 黄河大水泛滥 他组织军民抗洪抢险 保护了徐州城的安全 在杭州 他疏通西湖 建筑苏迪 美化了城市环境 还自愁金银 开办了一家名为安乐坊的医院 在海南 他创办学堂 教授弟子 培养了这个小岛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在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受尽了辱骂和折磨 但是有一个狱卒 他读不懂苏东坡的诗 却从旁人的耳朵里 听说他是个不错的文化人 于是苏东坡写道 他在晚上打洗脚水的时候 偷偷为苏氏加了一点温水 这个细节 史上独来令人莫名感动 我们有可能不认识文化巨风和文化巨人 但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多在别人的洗脚水里加一点温度的人 再伤心的事情 难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在不好的地方 住下一阵就适应了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经历以后的一个小小的感觉 所以我的朋友经常在平常一些言谈的时候 都会讲起这样一个笑话 说我给你的洗脚水加一点体温吧 谢谢 近日正值喜马拉雅123狂欢节 免卡半价 最多还送60天 一个月才7块多 畅听无数历史好内容 大家快去喜马拉雅搜索123 来一场听这声音吧